田忌即使調轉方向指揮齊國的大軍 就想直攻魏國的福地 誰知大軍走了兩日 孫殯又說 我們現在面前目的地有兩個 一個是魏國的大良 一個是魏國的平寧城 這一趟我們如果採用這個維魏救召之計 這樣要攻就肯定要攻打魏國 令他很緊張緊要的城池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有兩個 一個是魏國都城大良 另外一個就是握手著 銅、州、韓、趙、三地 都有煙喉要道之位的平遙城 那你說我們應該攻打哪座城好呢 田忌想一想 既然是攻敵之必救 那我就選大良 因為大良 你是魏國的都城 如果大良城被我們攻破 那麼旁鑽就算打倒十座韓丹城都沒用 所以我估計 他一聽都說大良被圍的消息 一定會率領魏軍日夜兼程地趕回來 到時候我們在半途設下埋伏 這樣就很容易打他一個措手不及了 孫笨領領領頭 他說 將軍如果敢做 你還是未了解旁鑽 旁鑽集的吾喜兵法 吾喜呢 一生人最喜歡用的伏兵奇計 他的兵法 講究的是戰法戰技 戰技之中經常互生變化 所以令你有眼花遼亂 覺得吾喜用計無一相同之感 旁鑽 雖然我聽說他所得的吾喜兵法 只有前面幾篇 但是旁鑽這個人為人聰明 他為人貪工又忠義冒險 所以你看他用兵 大膽之處的確令人難以想像 但是他貪工並不代表他為人謹慎 就是因為他自己善用奇計 所以行兵步陣的時候 他更加經常會防備中了人家的計 根據我在大良城的觀察 這幾年來 旁鑽一直勤於練兵 再加上 又有衛士 駐威 輔助 國政 所以 魏國的國力已經日漸回復 之前 我也跟他們獻過幾條計策 使得 本來樓室的邊民 也日漸回流 好 正是因為這樣 魏國呢 國力開始慢慢恢復 人丁充足 兵員呢 也都開始慢慢充神 這一次 旁鑽 起兵十五萬 所帶走的軍馬 進階精銳 但是 也在緊佔 魏國全國軍馬的三分之二 剩下來的人馬 一部分守著河西 一部分守著大良 保守估計 大良的守軍 起碼 也都有成三四萬人 雖然在兵力上 最多只及我們一本 但是兵法有魂 十則為之 即是說 衛城弓箭的部隊 必須在防守兵力的十倍以上 才會有必勝把握 何況 大良城呢 又幾經整治 他的城邊 水流環繞 所以他這條烏城河 是沒有辦法堵塞 又或者填平渠的 另外 城牆堅口 城上的準備非常豐足 再加上城內 還有百姓幾十萬 以壯年男子計 又可以徵調 足有五萬幾人 這樣加上 原來的三四萬軍隊 他們的兵力 就一點都不在我們之下 所以就算 這班老弱之兵 戰力弱一些 但是如果只是用來防守 那麽也都不是我們八萬的齊軍 可以攻下 所以 如果龐娟知道大良被毀 他一旦知道我們總兵力的多寡 肯定呢 就明白 以我們的實力 是沒有辦法足以攻破大良的 所以 我們想他緊急趕回 這個算盤 就未必打得響 他一定不需要日夜兼程來增援 反而會力圖穩健 翠翠而遵 以他用兵的謹慎小心 必定 每前進一步 一定會仔細偵察前面的情況 使我們的伏兵無所遁形 這樣 想半路設計一個埋伏 打人一個措手不及 就肯定沒有辦法實現得到 所以 選大良就絕非上策 那調過頭來 選平遙又怎樣呢 平遙城的好處就是 他既是魏國糧倉 同時 又連接幾個國家的咽喉妖道 這個城池有失 對於魏國來說都是致命打擊 所以 旁捐應該會來救 但是平遙既然是這麼緊要的城池 城內的駐軍 起碼保守估計也會有一萬 且 在平遙兩邊 一邊是宋國 一邊都是衛國 兩個國家都是屬於大魏屬國 如果魏王降子 要他兩邊的人馬 都一起來趕赴平遙協助防守 相信宋國和衛國 兩個國家都不敢推遲 如果連上宋國和衛國的人馬 那麼平遙的實力也不容輕視 這樣一來 旁捐就更加不用急趕慢趕 所以如果我們大軍的公平遙 也都不是上上之選 田記聽完宋敏的這番說話 他心當堂量了半折 但他又不明白了 孫子 你既然說 如果我們直接研究寒丹 那很可能會中了旁捐之計 而且 為魏救趙之賊 是你提出來的 但是 按照你這樣說 大良城我們不可以圍得 平遙城也不可以圍得 那麼我們攻入魏境又做什麼呢 如果是這麼說的話 這一場仗根本是無法可打的 孫笨少少 那又不是 雖然旁捐有吾起兵法 熟習戰技 而且對於普通的戰場伎倆 他肯定一體就明白 但是用兵之道存乎一心 關鍵呢 是不能夠讀死書 死召兵書來做 而是要隨機應貶 旁捐就是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時不時都喜歡玩些小聰明 這樣 對付聰明的人 我們最好的辦法 就不是顯得比他更聰明 而是一定要顯得比他笨 還要比他笨得多 那他才會以為自己真的聰明絕頂 你這種人 根本就不用讓他放在眼內 只要他對你一有輕時之心 那就是你的機會來了 哦 這樣 怎麼才可以令到他對我有輕時之心呢 旁捐平時傾氣呢 雖然目中無人 覺得列國之中都沒有人是他對手 不過真的上到戰陣 他還是比較小心謹慎 但是 要令他輕時對手 人地或者難 不過 將軍你相對就容易得多 上次在王池 將軍就敗在他的手上 本身對於他來說就是敗軍之掌 這一點 這一點 在旁捐心裡 一定早就對將軍 產生了輕時之心 只不過表面上 他還不表現出來而已 那我們 就要更加激起他對你的輕時 那機會就自然會來了 那 在將軍起兵之時 他就寫了一封信 意圖激勾將軍 本來這著是好起來的 但是 反過來 將軍也可以將計就計 令他以為 你已經受他所激 方寸大亂 所以 行事都開始毫無張法 這樣 他如果再嘗到一些甜頭 就肯定 會產生對將軍的輕時之心 麻痹大意 到時候 我們的機會就自然來了 這樣 這樣 算是你認為 我應該怎麼做 才能令旁捐 會對我產生更大的輕時之意呢 哈哈 這著容易 不過 就要捨得落些本了 哦 怎麼落些本呢 在齊軍之中 有哪個將領是出名 經常打敗將的呢 田忌仔細地想一想 他說 前兩年 周忌推薦了兩個人 作為我們前軍副將 一個叫齊成 一個叫做高堂 這兩個人 都在職下學功出身 但是同時呢 也都練過戰陣武藝 兩個人初時來到的時候 跟我傾起兵法 真是對答如流 但是講還講 真是練兵列陣 他們呢 就笨手笨腳 但是最可惡的呢 就是他們兩個人呢 對眼都生在頭殼頂 還以為他們自己夠幾瞭不起 人家說他們 他們都非常不喜歡 唉 其他將軍 都覺得這兩個人 是簡直是大飯桶 但是 因為上國舉戰的人 所以對他們 一向都沒有人敢出聲紮備 孫笨聽到就說 哈哈 那飯桶也有飯桶的用處 有時候呢 他們做蠢事 也都有其他人 不像具備的優勢 所以說 人皆有其中 只要你懂得用它就行 如果你找聰明人 去做些蠢的事 反而還會惹人懷疑 但是蠢人來做蠢事 那其他人呢 肯定認為是理所應當 我看公平寧這一仗 就應該交給他們兩個 於是 田記就點了八千人馬 由齊城高堂兩個人 帶領這支軍隊 向平寧城直殺而去 那前面我們已經交代過 平寧是位於魏國的邊境 南邊有宋國 北邊有魏國 現在這兩個國家呢 都是屬於魏國的屬國 所以因為平寧城位置重要 他的城池雖然小 但是管轄的地方很大 所以人口非常密集 在平寧城裡面 內有魏軍重兵把守 對外 照一聲招呼 宋國衛國兩國的軍隊 也可以隨時發兵員了 雖然對這些小國來說 要他們出兵 他們就不是甘心情願 但是更加怕遭到魏國報復 所以魏王的命令一到 他們肯定也只要乖乖地出馬 雖然這兩個軍隊不多 但是兩個國家加起來 都有萬幾兩萬 有時都幾頂用下 齊城高堂這兩個人 在田記眼中的飯桶 但是在他們的心裡面 當然不是這樣認為 眾人正是覺得奇怪 那麼重要的任務 為什麼交給兩個飯桶去做呢 但是他們兩個人反而 瞻瞻自起 以為只有田記才真正認識他們的本事 兩個人都不知道多麼下力 帶著人馬一到平寧城 等都不等 休息也不休息 就率軍萬攻 你知道但是 平寧城雖然小 但是城牆也做得很厚 防守的準備更加豐足 而且城內的魏軍 足足有成萬人那麼多 比大兵攻城的齊城高堂的部隊還要多多些 這樣打法 攻來攻去 都是爭得早 哪會有進展呢 兩個人招起上來 就把所有的軍隊都投入攻城戰 連一些後防都不呆了 總之無論如何 盼死都要等魏軍回緣之前 攻陷這座平寧城 平寧城的守將 一下子猜不到 齊軍突然會來攻打這個城池 而且一下子來不及提防 所以開始的時候都有點手忙腳亂 又搞不清齊軍的虛實 於是他馬上派人向旁捐求救 旁捐聽這些消息 開始的時候都很緊張 但是他馬上派人去打探齊軍的虛實 聽到消息就說 田記帶領齊軍直入魏境 然後不知為什麼 又派出一支先鋒隊伍的先公平領 而那支先鋒隊伍呢 顯然非常妄撞心急 都不等齊大軍來到 一到平領就即時率軍攻打 整支部隊最多只有八千多人 唐娟聽到這些消息 不人嘻嘻大笑 唉 田記啊田記 上次呢 我都還當你一個人物 想不到那麼久沒有打仗 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記得了 哈哈 找一支這樣的部隊來進攻平領 簡直是自尋死路啊 他馬上回信給平領的首長 要他們不單止要積極防守 而且找機會 還要向城外還擊 同時 他又寫了封信給魏王 說齊仁率軍進犯平領 要魏王馬上下旨 向宋國衛國出兵協防 魏王看到旁捐的這封內信 於是他即刻 就馬上下了兩道旨意 要宋國衛國的同時出兵 夾攻在平領城外的齊軍 這樣一來齊城高堂兩人就慘了 這頭 日夜晚攻的平領城 但是呢 依然毫無結果 同時呢 這個時候 宋國衛國的兩國軍馬出來 雖然這兩個小國的部隊 對於齊軍 沒有辦法構成到什麼威脅 但是呢 他們就不是上前來包抄 而是兜回軟路 去截斷齊軍的良道 哎呀 這樣一來 軍隊一斷兩 城市攻不下 齊城高堂兩個這樣才發覺 原來自己的智慧 沒有自己想像那麼高明的 兩人都驚起上來 就在他們驚慌失措的時候 平領城內的魏軍就開始反擊了 城內的魏軍 聯合宋國衛國的軍隊 三面夾攻 一場混戰 打到這八千齊軍全軍覆滿 齊城和高堂兩個 就真是非常圓滿地 完成了田記 分派給他們充當繁統的任務 真是死得其所了 消息傳到齊軍將中 田記和孫彬聽到齊城高堂兩個人 真是全軍覆滿 兩人都當場陣亡 田記表面上非常難過 當著三軍將士面前痛哭了一場 和大家一起發誓說 一定要在魏軍身上拿回這筆血掌 但是跟著 田記派人散播消息說 自從聽到了攻打平領城的齊軍全軍覆滿 主席田記都不知道多麼慌張 為免再有損失 齊王已經落了聖旨 要他們馬上退回齊國 於是大軍就已經刻日起行 向齊境退却 這個時候 龐娟正想盡辦法 看看怎樣早日攻下寒丹 然後翻轉頭來 先將田記再次打敗 或者又將他再一次生禽活足 好羞辱齊國軍臣 誰知道突然間聽到 齊軍自從他們的先鋒軍馬全軍覆滿之後 現在已經想著退兵 龐娟一聽這個消息 他當同就下令暫停攻城 即時呢 整肅了一半人馬 回師就向齊國軍隊直衝過去 那為什麼呢 原來孫殯真的看清了龐娟的心思 他知道龐娟這個人好大起功 本來呢 就這樣進攻平領 騙他回來救援 絕對騙不到他 但是一旦他發現 原來齊軍這個子老虎 這麼容易打的 田記比以前還要炸得多 那他肯定呢 就不肯放過齊軍主力 這塊大的肥豬肉 所以一見到齊軍退走 他就急急忙忙地 帶領大軍來追 進去